各位大家好,漫長的特別假期差不多放完 下星期一就會正式回學 回學之前我們有些東西跟大家分享 今天會跟大家一起開箱 話說是這樣的,上個月大家都收到5000元的政府消費券 卡洛斯想來想去都不知道買什麼好 於是就補了些錢,就買了這部DJI FPV 說真的,我一向跟FPV絕緣 這樣說,如果開普通航拍機,好像開房車那麼舒服 開FPV就好像開跑車一樣 所以我曾經見過朋友玩,我覺得是很緊張自己 我試過接上手法,一開機就撞機 那機器呢,幾百元的機器就無所謂,撞機就罷走 但是我見過朋友玩的通常都六七千元一部 還要慢慢很認真地自己去砌出來 絕對是沒有平時我們玩DJI的那些 Mafel Pro、Mini 2 那麽 user friendly 所以我見到那些小孩拿著它 在椅底、門、窗那裡飛來飛去 你給我練都不知道要練多久才能練到這個能力 未練好之前,究竟要在眼睛多少都不知道 那爲什麽我現在又會買這個呢? 因爲,它是DJI的出品 如果剛才我的舉例是真的 DJI的普通航拍機是好像房車那樣 玩的FPV就真的在開方程式賽車 而駕駛這一部DJI FPV 我覺得就應該有點像拿著法拉尼 那不會拿著法拉尼去參加賽車的 椅埔應該就是FPV機裏面 比較石身的一種機種 因爲它應該一樣有些避障 有些快速殺制的一些功能 那一天就和大家一起開箱 那我就找了同事 和我的學生 阿瑪仔和我一起開箱 那你打開箱之後呢 你發覺配件真的很多 比起Mavic Pro那些真的多了很多 你看看 有機啦 有眼罩啦 有遙控器啦 還有很多很多的線 充電都要充兩塊 一塊大的就給飛機的 一塊小的就給我眼罩的 那一邊充電的時候呢 我們又要裝配效眼罩 那這四條就是天線來的 眼罩是直接和飛機傳送資料的 那這個遙控呢 和Mavic的安裝都是差不多的 要拆了兩支搖桿出來 扭回去 但是一般呢 Mavic的遙控呢 就夾著手機的嘛 那它就不用的 說明書上面呢 特別是提了一個按鈕的 這個按鈕呢 就是Moselector了 很多人啦 包括買機的老闆都說呢 未到高手警戒 千萬不要選Menu Mode 初學呢 選Normal就可以了 至於機身的電池呢 好像很大塊一樣 但是聽人說呢 十分之不耐用的 用到十幾分鐘而已 至於機身呢 就和一般軟身的FPV機不同了 哈哈 肯定一撞就玩完了 而它屬於新一款的機呢 就和Mini 2一樣 是要用DJI iFly的Apps 這一點和Mavic用DJI iGo也不同了 由於有這麼多個配件 每一件都要連接好線 包括眼罩和手機和遙控三件東西 要搏在一起 所有這麼多件東西 包括飛機都開了電源 你才會接駁到 而正確連到線之後呢 你會看到手機和眼罩呢 都會顯示到飛機的攝像頭的影像 最怕做的東西呢 就是試飛 但是都要做的 於是我就將飛機裝好螺旋掌 在這裏必須提醒大家 螺旋掌是要分A B的 以前的機種呢 A和B的螺旋掌呢 是調轉扭不到進去的 但是它這款是調轉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的 好像現在我這樣裝法呢 其實後來我發現就裝錯了 因為應該紅圈對回紅圈才對 即是你想想我平時是飛行拍機 我都不會經常戴那個 因為真的很熱的 但是你飛FTV呢 你不戴這個是不行的 戴了呢 就什麼都看不到 還要拿著電線去包尿袋 所以你看到配置就真的煩了些 又要把連著眼罩的電袋落袋 遙控手機 眼罩全部要先連好線 真的可以說是一抽二嫩 好 正式開機 所以啟動的方法呢 跟以往一樣 打八字 由於現在我是選了End Mode 所以起飛之後呢 那個運作方法呢 其實現在跟普通的航拍機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絕對不敢轉用這個Menu Mode了 因為轉了手動Mode 就好巧控制技術的了 現在在End Mode之下呢 還有GPS定位了 所以即使將來懂得用Menu Mode 起飛和降落都一定要用Normal Mode 大家可以看到 在Normal Mode之下 它是很穩定的 跟普通航拍機的控制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好了 我真的想試一下Menu Mode 所以這次呢 一飛衝天 飛去高一點的地方試驗 上到高空之下呢 轉用Menu Mode 無論如何都不會撞到東西 起碼 但是這個控制 真的很驚險刺激的 你看看 哇 真的好像在開戰鬥機 飛來飛去 而且你會發現 片彎是靈活很多的 真的會嚇到你死的 由於我這個Composat 只有一個電 原來FPV充滿電 只能夠最多玩十幾分鐘 所以很快就沒有電了 不過可以告訴大家 這樣飛發 飛十幾分鐘 連一頭都暈了 好了 玩飽了 我們轉用Normal Mode 靜靜地安全地降落 今天試玩完 真的一壓可 我想我不做了十個八個小時 一個模擬飛行 我都不敢用Normal Mode 還有玩的時候 又帶著Google 又拖著尿袋 再拿著手機 真的相當麻煩 而且每一次玩都要砌這麼多東西 確實會減低玩飛機的意欲 但我覺得這個機器真的跟航拍機不同 最少它是一部有FPV功能的航拍機 收好東西 真的令我玩FPV的感覺 又不用像朋友 要投資這麼多的儀器 去調校 去砌一部FPV出來 只要我能不能夠 在撞臨之前成為FPV高手 就要看我接下來的影片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關注 按讚 還有轉發 拜拜